雷佳音新片宣传自爆英文名《网友笑番》这翻译没毛病 近日,雷佳音在和汤维宣传新片《吹哨人》时 为了显得洋气,主动表示要用英文介绍一下自己 他给自己起的奇葩英文名笑番网友 还登上了微博热搜《吹哨人》是一部由汤维和雷佳音主演的动作大片 在中国东部湖建省厦门市举行的第28届《荆棘百花节》期间 该片在一场特别放映会上亮相 《吹哨人》是由薛小路编剧和指导汤维·雷佳音临贤主演 该片讲述的是一场横跨三大洲的极致追击 一桩事关几百万人生命的阴谋拉开帷幕 显向环升,悬疑刺激的故事 薛说,他读到一篇新闻报道 说一名华裔澳大利亚人应涉嫌参与2009年的一级贿赂案而被捕 这给了他拍这部电影的灵感 在这部时长139分钟的电影中 雷佳音扮演的是一家澳大利亚能源公司的一名中国雇员 他与汤维誓言的初恋情人发生了一夜情 汤维在采访中坦言 这次是他看中了雷佳音,主动发出邀约